先让人家了解 佛教有一个很伟大的大抉择 他是怎么从人生的体悟 从他的省思 他一路说法 跟他看到人生的摆态 我们用佛在灵山 让每个人在佛陀的 带领之下去寻找 每个人心中的灵山 结合唐美云歌子戏团 幽人神谷及金坤剧团的 全面艺术形式 传达慈祭精神 从佛陀的一生 演绎2000多年前 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参与的法随的演绎 让我真的当下 其实我其实速度都觉得 眼眶翻类 就是很多真实的个案跟故事 让我当下真的感动不已 慈祭这五十多年来 慈善跟救济 已经扣合了 法华镜的这样的救星 还有救更多的灾难 让人从身体的解脱 到心灵的解脱 到心灵的整个的生活 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力量 中世呈现慈祭累积小钱行大善的救人力量 传扬人间菩萨道精神 五毛钱的真谛 我们总共用了三个功德 把负中之负 贫中之负 贫中之负 所有全世界 能够为五毛钱尽心尽力的 我们都把它展现出来 金丧演绎以新传法延续爱与善的循环 大海新闻菜品简缘集台北报道 中的声语